想让富贵跟他回家 但这发自肺腑的劝告不仅没有生效 反而让富贵觉得丢了脸面 于是他便当着众人的面 对自己的妻子一顿怒马并赶走了他 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正如龙儿等人所预料的 富贵今晚又是输得一塌糊涂 直到他在账本上最后一次签字滑压 他都没想到自己竟然已经输掉了学家最后的一座宅院 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龙儿就准备离开 而富贵却不依不饶 想一命相伯将他拉回赌桌 可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本钱 自然也就没人愿意搭理一穷二白的富贵 走出赌场 他看到家珍正抱着女儿凤霞在门外等候 可富贵却没想到 妻子已经对自己失去了耐心 打算带着孩子离他而去 走的时候还留下一句话 这回要是生了一个儿子 他长大了就不能像你这样 看着泪流满面的家珍和他远去的背影 富贵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大的罪过 失去理智的他发着风势的想找人出气 但是到如今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没过多久 龙儿就带着当地的乡身来到徐家 打算名正言顺地结算富贵欠下的债务 账目记得很详细 富贵的确输掉了徐家最后的祖产 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富贵他爹也无话可说 只能让他们按照规矩办事 现在 徐家算是彻底败在了富贵的手上 在双方签字滑压之后 富贵他爹便使出了最后一份力气 想教训眼前这个比他还能折腾的儿子 而看到父亲被自己祈祷 富贵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办完父亲的葬礼 富贵就只能带着仅剩的一点家当 办出了徐家的大院 平日里当惯了少爷 如今他却只能站在大街上 变卖一些锅碗瓢盆来维持生计 就这样过了不到一年 富贵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 而让他高兴的是 家珍终于带着女儿和儿子回到了家中 问起儿子的名字 家珍试探地说道 叫做不赌 而富贵听到也不生气 并告诉妻子 后来他再也没有赌过 这辈子也不会再赌 看着富贵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家珍并不觉得难过 只要他真的改国自新 这个家就有希望 治愈儿子的名字 他也只是在和富贵说笑 现在一家人终于团聚 但家珍是和娘家闹繁残回到这里 所以他并没有带回多少钱财 而这仅剩的一些积蓄 还得先紧着给富贵的母亲看病 为了改善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 富贵打算拉下连面去找龙儿借钱 只要能开一间小铺 这一家人就有了新的光景 第二天 富贵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宅 只是他的主人已经换成了龙儿 看着他惬意地坐在主位 富贵心里无味杂陈 但今天来他不是为了和龙儿争面子 而是讨一口饭吃 好在龙儿只是在嘴上摆了摆姿态 也并没有要刁难富贵的意思 既然昔日的虚家少爷已经低头开口借钱 龙儿也替他想了一个出路 那就是将自己以前组建 披影班子时的那些家当都借给他 就这样 富贵在找到几个帮手之后 就开始了走学场披影戏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 他们遇上了一支国军队伍 不问他们愿不愿意 就被抓去做了装定 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 富贵和春生正在为如何跑路发愁 此时走过来一个老兵 警告他们不要有这种心思 至于富贵惦记的老婆孩子 老兵只能告诉他 保住命就不错了 不久之后 富贵的队伍吃了败仗 营地里 伤兵们哀嚎不断 但又无人照看 再加上天寒地冻 士气也都滴到了谷底 一夜过后 整支队伍已经不成编制 阵地上就只剩下富贵和春生 还有帮助过他们的老兵 正当富贵和春生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老兵清车熟路地 教他们该如何投降 然后让他们安心当好福禄 当晚富贵和春生 就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 还拿起了皮影戏的道具 为解放军办起了晚会 战争终于结束 富贵踏上了回家的路 他在熟悉的小家 看到了女儿凤霞 可奇怪的是 无论他说什么 凤霞也只是露出笑容 似乎不能开口说话 而此时 家珍正背着儿子 有亲在一旁打水 这一对苦名鸳鸯 先是熬过了家道败落 现在又熬过了一场战争 一句我回来了 让在家苦等的家珍 再也忍不住泪水放声大哭 他有太多的委屈无人诉说 他也有太多的思念无处安放 回到家中 富贵这才知道 这一家人过的日子有多苦 母亲直到去世 都没能等会自己的儿子 如果不是组织上的照顾 母亲恐怕很难入土为安 家珍也不可能找到 这份送水的工作 而女儿和儿子 因为要陪着家珍起早谈黑 这些日子都没睡过一次好觉 女儿凤霞更是因为一场高烧 再也说不成话 听到这些 富贵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现在 这里已经得到了解放 镇上也有了新的领导 牛镇长得知富贵回来了 便带人来问问情况 而从富贵递过去的纸条来看 他的底子还算干净 接着牛镇长又问起了 与富贵同行的春生 想打听一下他的去向 富贵则回答 春生已经参加了解放军 跟着部队往南边走了 在说完这些之后 牛镇长又通知富贵 这回镇上要开一场 公审龙儿的大会 想让富贵也到场出席 原来龙儿在被定为地主之后 不仅拒不接受组织上的安排 还动手打人 并烧了自己的宅院 这才被拉去公审 到了公审当天 现场人生顶费 龙儿也被从中判了死刑 在前驱行刑的路上 龙儿看到了之前被他算计的富贵 口中似乎还在喊着 我是替你收心 看到这种场面 富贵忍不住将自己想象成了龙儿 一股莫名的恐惧 让他跑出了游行的队伍 极度紧张之下 他竟然弄脏了自己的裤子 冷静下来之后 富贵火速跑回了家中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 自己现在是什么成分 接着家珍又想起了 解放军留给富贵的纸条 便马上从浸水的衣服中将它取出 在关键时候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富贵的生死 时间来到50年代 镇上掀起了一场炼钢的运动 牛镇长也带人挨家挨户 收集铁器 来到富贵这里的时候 富贵已经将家里所有的铁器都搬了出来 而除了烧水的工具之外 其他的物件都得充公 但多士的友情却在这个时候 搬出了富贵唱戏用的皮影 因为上面也有铁丝 所以也得充公 好在家珍几时出来解围 问镇长能不能让富贵用唱戏的方式 给工人们加油鼓劲 这才让牛镇长放过了 这箱唱皮影戏的道具 自从农儿死后 富贵救过的锦绍甚微 生怕在集体生活中犯下错误 让人抓住把柄 就连儿子友情为姐姐出头 他也不敢与人理论 反而对儿子大大出手 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 让友情十分生气 为了修复与儿子之间的感情 富贵想让儿子到工地听他唱戏 但友情还在闹脾气 不愿意大理父亲 在这种时候 贾珍还是心疼自己的丈夫 他给友情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借着送茶的机会 给富贵送去一碗醋 这样一来就既让友情报了仇 也让富贵如愿给儿子唱了一回戏 奋斗了数个日夜 镇上终于练出了一块钢铁 大家也都敲锣打鼓地 送牛镇长到县上保夕寝宫 热闹一番过后 两个孩子也都筋疲力尽地 倒在床上休息 就在这个时候 几个孩子又来找友情 通知他去学校应付领导的检查 虽然家珍想让孩子多睡一会儿 但富贵有恐懦人后 只好将友情叫起来 将他带去了学校 可这一去就是永远 当天晚上 富贵还是照旧在工地上唱戏 可没想到学校的老师 突然带着学生来到了工地 将友情遭遇不测的消息 带给了富贵 看着躺在担架上的友情 富贵已经近乎崩溃 家珍更是哭成了泪人 在友情的葬礼上 家珍自责地说起了 儿子从小到大就没睡过一次好觉 还说他那天应该拦住富贵 而此时富贵已经气不成声 他知道是自己的胆小 怕是害死了可怜的儿子 这时 镇长带着招使着钱来吊咽 而富贵万万没想到 在学校撞倒院墙砸死友情的人 竟然是当年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春生 富贵对着春生发泄心中谨慎的那一点怒气 他让春生记住他欠的是友情的命 专业来到了六十年代 富贵的皮影戏已经入土 凤霞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家的年纪 但因为不能说话 所以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婆家 这天牛镇长给富贵一家带来了好消息 说现场有个叫万二喜的工人 愿意来和凤霞相亲 可富贵还是有些担心 既然是拿工资的工人 又怎能看得上他们家的凤霞呢 原来牛镇长藏了半句话 虽然万二喜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就是腿脚有些毛病 不过牛镇长也让富贵和家珍放宽心 他走路并不碍事 谈妥之后 牛镇长就带着万二喜进了屋 进门落座 二喜就掏出了自己的奖章仪式身份 与之对应的 家珍也指着墙上的那张证明 来说明自家的成分 过完这一流程 二喜才敢开口说话 接着家珍就顺势将凤霞从里屋拉出来 让两人见面 他们只是堆了一下眼神 便草草结束了相亲 虽然表面上云淡风轻 但凤霞的芳心已经开始松动 而另一边 万二喜也一眼就看上了凤霞 第二天 他就带人来到福贵家中 将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 走的时候说起两人的婚事 福贵和家珍自然是没有一件 于是 万二喜很快就操办起了与凤霞的婚事 结婚当天 福贵家里挤满了前来祝贺的亲友 听着门外响起的歌声 家珍又可怜起了不能开口的凤霞 但不管怎么说 凤霞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好人家 没过多久 凤霞和二喜就给二老送来了喜讯 凤霞已经怀有身孕 等到秋天他们就能抱上外孙 但二喜今天来除了是 向他们汇报这一消息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提醒他们要跟春生划清界限 冬天还未结束 外面的氛围却有了新的变化 某个晚上 心灰意冷的春生敲开了福贵的家门 当年有亲的意外一直都是他的一块心病 家珍也一直放不下对他的怨恨 但今晚他想彻底做一个了结 打算将这几年攒下来的钱都送给福贵 以还请自己欠下的这条命 而自从二喜过来提醒之后 福贵就一直担心春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现在看到他如此反常 便打算让他说出实情 我老婆昨天自杀了 外面的变化远比福贵想象的更加残酷 而此时春生也一定动了轻生的念头 想起以前和春生从死人堆里怕出来的遭遇 福贵也就顾不上二喜的嘱托 他劝告春生不要胡思乱想 于是一定要人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说完又把钱塞给了他 说暂时先放在他那里 意思就是你一定得活着 才能还我们的债 到了预产期 凤霞提前来到了医院 福贵和家珍也跟着陪产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医院里都是一些年轻的医学生 正当他们想找大夫问问情况的时候 其他代产的家属才告诉他们 医院的大夫都被关进了牛棚 而这种情况让福贵多少有些担心 虽然这些医学生向他们做出了保证 但如果有老医生在场 他们的心就能放宽许多 听完岳父岳母的话 二喜就从牛棚里带来了一位老教授 可医院的小辈们却突然横加阻拦 二喜只好说是带他来接受教育 这才避免了一场冲突 但老教授已经被饿了三天 连说话都很困难 于是福贵就买回了一些馒头给他冲击 这时 产房传来了小孩的哭声 很快护士就出来宣布 凤霞生了一个七斤二两的男孩 听到这里 福贵和家珍悬着的心已经放下了大半 而当他们帮着老教授喝水的时候 产房又发生了变故 生完孩子的凤霞突然大出血 而年轻的学生们根本无力应对这种突发状况 在这种危机时刻 他们才想起了被他们打进牛棚的老师 可谁又能想到 本应该在医院救人的一生 现在竟然被几个馒头给噎住了 可怜的凤霞还未仔细看一眼 他的孩子就在沉默中失去了当母亲的机会 回想起那一天的经历 福贵总想着如果给老教授烧买几个馒头 凤霞是不是就能活下来 虽然他和家珍已经接受了过去的种种悲剧 但也总挨在儿女的坟头上说上这几句废话 好在这一家人保住了下一代 而保住了下一代 就保住了未来的希望 1994年 张艺谋带着他的作品 活着参加了第47届嘎那国际电影节 并在评选中获得了评审团的大奖 还让饰演福贵的葛优 捧起了最佳男演员的奖杯 而这部电影虽然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过供应 但一直都没有在内地上映 实在有些可惜 而回顾整部电影的剧情 张艺谋还是对于华的援助进行了一番取舍 既做了删件 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甚至有意美化了主角福贵的结局 虽然比起原著少了不少锋芒 但也增加了一些隐晦的细节 让观众更直观地进入历史 而从作品的表现力上来看 张艺谋仍然在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上 凸显出了小人物在时代中努力活着的那种坚韧和顽强 这也正是这部电影和原著小说相通的地方 正如于华在《活着》这本书的某版自序中写到的 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 其他什么都没有 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 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要么被现实打倒 要么笑对人生 在这两种人生态度中 于华笔下的福贵和张艺谋镜头下的福贵都选择了后者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主题 但在写实的故事和镜头之下 他让看完电影的观众很难对其产生质疑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收藏 点个关注